歡迎收看WC Watsons Classics Watson aka MyHwatson 今天要介紹的牌子是Handed Scheme Handed Scheme是由薄齊亮在2010年創立的 從小學開始踢足球的他 為足球鞋和隊伏的關係 讓他對服裝產生興趣 大約在他19歲那年 就用大學心理系的他在淺草製鞋場打工 隨著待的時間越久 這樣人們也交態率越多 這也讓他想要回饋他們 所以在2010年他創立Handed Scheme 希望可以透過他的設計與人們交流 並提供工作機會以回報當地工廠的工匠 相較於元素和已經做成東京比較時髦的區域 品牌的工作是坐落於淺草的舊區 因為這樣可以跟工廠建立更緊密的關係 此外他認為他們是鞋子和飾品品牌 而不是時尚品牌 所以很自然就選擇這裡了 不過雖然淺草有著悠久的皮革手作歷史 但這同時也為品牌帶來的挑戰 傳統的工匠們無法接受國旗量的新思維 所以在品牌成立的前兩三年 雙方有著許多摩擦 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情況漸漸好轉 再加上他有製邪的經驗 這也讓他在嘗試創新時 更具體的建議幫助匠人 最後他們也都能自由的交換意見 並彼此互相尊重 而品牌名稱取自於心理學的學術名詞 Gender Schema 性別基模 也就是一種解釋個體如何性別社會化的認知理論 並將當中的G以下一個字母H來代替 象徵超脫性別基模 品牌打破社會性別的框架 並同時尊重生理性別 雖然在設計上有著不分社會性別的相同美學 但在產品上色不通尺寸 也因生理性別的差異 品牌以MIP系列 也就俗稱的致敬系列為名 這系列把當今世上所有最經典的鞋款 以原色直頭隔重新演繹 將現在設計與傳統工藝結合 打破皮鞋和球鞋的界線 模型亮表示 致敬系列的重點在於選擇最經典的款式 這樣人們就能把他們的作品與現有的產品比較 他並不是再說哪一個比較好或壞 而只想向大眾傳達 也有轉化成這種形式的可能性 他希望人們可以把注意力放在這系列的理念上 對他來說 重要的並不是他做了什麼 而是他為何而做 而這樣的設計也呼應了剛剛提到的品牌理念 也就是理解兩個對立的觀點 並取得平衡 同時原色直頭隔的顏色 會隨著使用時間變深而變得更有味道 這也反轉了球鞋越新越好的傳統觀念 再次呼應了品牌名稱 你可能會覺得他這樣致敬難道不會出事嗎? 那還真的不會 而且不只不會 甚至連Elitas都找上門合作 還邀請博其亮到德國總部參觀 順便說一下 這也是Elitas D3其他協力品牌合作 Elitas的資深設計總監Erman表示 球鞋有著相對較差的品質 但卻有著高度的文化性 而博其亮將這種具有高度文化性的產品 更好財景公益呈現 另外他也認為 當這位財產全被濫用時 通常是被用來製作 貶利跟產品價值的假貨 但博其亮卻提高了他的價值 他把他的致敬系列視為一種名人堂 這對他們的產品起到生命的作用 除了鞋子以外 品牌也推出其他有趣的單品 像沒有圖案的拼圖 日本小學生的書包 扇子 風車 時鐘 以及鼻桶 和垃圾桶等居家生活小物 品牌也和其他單位合作 像G-SHOCK 和SAKAI等等 另外品牌開發了防水皮革 但防水皮革聽起來很抽象 到底有多防水不知道 沒關係 讓我們看下去 我其亮認為 保養鞋子最重要的訣竅 就是帶著愛去穿它 所以它成立在架上可能會很好看 但它是為了拿來穿才被創造的 所以只有當人們穿它時 它才會變得完美 其實我個人還蠻喜歡博其亮 真被致敬系列提出的觀點 服裝的並不是他做了什麼 只是他為何而做 所以當今服裝的話 提出了很好的反思 為什麼設計是要這樣設計 就是他想追隨組的趨勢 還是他想錯話 為什麼要買這件衣服 所以我想裝逼 還是有在背後裡面改要認同 這是我在很多部影片都提到過的 服裝很重要沒錯 但背後的訊息更重要 請讓我一直歸大家想說這些東西 因為如果你跟我一樣很熱愛這文化的話 你真的沒辦法眼睛再開往不好 我趕快走過去 所以它會變好的是 秋生一直重複 還請給它見諒 但我真的希望它可以變好 我也繼續努力幫助這個文化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有任何想法歡迎留言 喜歡的話就按讚加訂閱 我要參與我們再見 掰掰